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由金麦郎大庆野拉面独家冠名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我是老梁 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啊 电信诈骗的情况出现的比较多 就是你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给你打电话 发短信 微信 里头这内容 比方说什么爸爸我现在在警察局上 你赶紧往哪个账号打钱 你别问我出来再说 咱们现在绝大多数观众朋友都知道 这是骗人的 他蒙你的 他为什么现在电信诈骗这么多呢 这是主要是犯罪嫌疑人 他利用了一个这样的心理 就说最后你即使知道我是诈骗了 你也没地方找我去 因为我这就是通过电信的途径 我本人不露面 签名的方式 说诈骗额度多少呢 相当于现在的三千二百万 你听这事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很传奇 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 新中国第一诈骗案 他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 1960年3月 一起特大诈骗案震惊全国 犯罪分子竟然伪造周恩来总理的签名 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取了20万元聚款 那么这究竟是毒匪作案还是团火诈骗 又到底是什么样的手段从国库里骗取置换 老梁故事会为你讲述 榜周总理签名诈骗案 这事咱得把时间拨回到1960年3月18号 晚上的五点半多一点 这个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要下班了 突然间传达使得的人上来了 找这个行长 事情发生在1960年3月18日 星期五的下午5点30分 在北京西郊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一名中年男子走进行长秘书室 这名男子自称是国务院的 来给行长送极箭 说行长这今天开会了 行长秘书 余秘书在 余秘书说有人送了一封信 说是总理办公室送过来的 而且这个信底下落款 是要求在5点40之前 必须送到中国人民银行 极箭 这余秘书一看这事不小 余秘书说我这级别行长不在 我也不敢猜 万一是国家级别 可一看这事十万火急 怎么办 当时行长不在 秘书一看信封上的内容 神色凝重起来 直奔正在值班的 银行计划研究局王局长的办公室 王局长看到信中的内容 立刻紧张起来 他要求所有人都不能下班 因为他面前的这封极箭 是一封周恩来亲笔批示的公函 怎么写的呢 说据主席办公室人员告知 今晚九十 西藏活佛开讲经会 中外记者采访要拍摄记录影片 你决定拨一定款项 给西藏修缮妙语 彰显我国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政策 你拨款15到20万元 请总理批示 落款是1960年3月18号 这是信函 信函旁边批示的这一栏 是周总理的签名 周恩来签名 这个签名呢 这黄军长多次见了 因为总理经常给人民行做批示 一看这签名确实是总理笔记 旁边还有备注 备注怎么写的呢 为防止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一 二十万元 他批示了批二十万元 这二十万元要由旧票组成 不能是新票 第二个呢 这十元一会儿 十元一会儿 那会儿没一百人 给包装的好一点 然后请务必在晚七十 就七点之前 送到北京民族饭店 交赵全一同志收入 贺胡 赵全一是谁呢 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同志 当时黄军长一看这个信 落款没问题 批示 程序这些都对 而且给这个西藏呢 和善款修妙语呢 这确实是我们宗教自由政策 少民族政策 说这个接款的这人呢 赵全一呢 是西藏工委同志住民族饭店 这都对 因为那时候民族饭店 就是接待少数民族的 所以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人 住那太正常了 可是这时候呢 这黄局长琢磨 说这也不合程序 总理指示客不容缓 不由分说 立刻备款 就在备款过程中 王局长觉得这封公函 有点不对劲 二十万 不是个小数 总理办公室 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走手续呢 他就在这犹豫 说怎么办 他也不敢贸然的 就是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 是怎么的 正这时候 他琢磨时候 电话响了 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电话中的人 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 问银行是否收到了交办件 如果收到 一定要抓紧办 接到这个催办电话 王局长的顾虑瞬间消失 随后 人民银行总行 和北京分行的同志 马不停蹄 争分夺秒 将两大麻袋的现金 火速送往民族饭店 费了挺大劲 这时候再一看表 都已经六点了 抓紧时间 赶紧 起了咔嚓了 费了不少劲 总算把这二十万凑齐了 那会儿没有一百块钱 都十块钱的 你想现在 现在的二十万 一百一点 这是二十多 挺大一堆吧 那这就十块钱的 得是这一路乘以十那么多 所以最后装了多少 装了整整两麻袋 十块钱一张 十块钱一张 二十万 装好了 黄议长 这么些钱 我也不放心 带个同志 咱们俩一块去 到那去 他到前台 哪位有个西藏工委的赵全一同志 这时候 前台旁边有沙方 曾占几位了 我就赵全一 你是赵全一 这钱我给你带来了 你把手续给我看看 这个人称 他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 见到赵全一 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如释重负 幸好没务事 当他们把两大麻袋的钱抬进饭店大堂时 赵全一从上衣兜里拿出了一张收条避给了他们 赵全一说 我深深就带了一张西藏工委的介绍信 因为那年头这是到哪去得开介绍信 抬头说 自有本带位赵全一同志 到你处接洽办理事务 往给予接待 西藏工委什么什么 盖个章 有一张介绍信 说你光介绍信也不行 你得别的手续 他就说你能不能不废话 现在都七点了 九点那边开会前 我这得到位呢 你能不能不谈不事 这总理办公室这电话都咋了 还怎么着 就这样 黄局一看 这给吧 给可是给 你得给我打个收据 你别到时候你不打收据 整个钱在我这 我说不清楚 好好好 从前台要的张纸 收到人民银行计划执行局 黄局长送来二十万 赵全一签好资 打个收条 一个收条 加一个介绍信 这赵全一就把这二十万领活了 这时候黄局长一看 行啊 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 事我干完了 总理的任务完成了 回去吧 回去之后呢 因为这二十万提出来 你会说银行总账得入账 但是这个点呢 咱说五点四十前 急件送到的 银行已经下班了 入账就得等第二天 再上班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上班 赶紧吧 昨天那笔二十万得入账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同志一上班 率先想到的问题 就是上周五支出的那笔巨款 该如何下账 奇料 当电话打到国务院请示时 晴天霹雳 总理办公室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当了 昨天提那二十万 怎么入账啊 总理办公室就 什么二十万 没这回事啊 坏了 双方这一队才知道 根本就没这回事 什么西藏喇叭奖金 没这回事 也就是说 被骗子把这二十万给骗走 老梁故事会为你讲述 仿周总理签名诈骗案 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 大金眼拉面独家冠名播出 你想想二十万 等于现在三千二百万 当时多大个事 马上把这事向周总理汇报 你做不做周总理听了 生气不生气 有人冒我比 还冒得这么像 就把这钱给弄走了 总理是非常恼火 消息立刻炸开 所有人都惊呆了 二十万呢 在那个年代 就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案件发生的一九六零年 我国政府在困难时期 这个叫赵全一的人 竟在光天化日之下 明目张胆地伪造总理的批示 诈骗巨狂 案件性质极其恶劣 周恩来总理责之此事 非常生气 只是公安部门要通报全国 限期破案 紧急下发通知 让谁让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齐青同志 离过破诈案 照理说这种案子用不着公安部副部长 但是这个杨齐青本身很传奇 建国以后破了很多大小案 是有名的神探 而且这个事重要 总理说这个事不破诈 可确实是真是难堪 就这么把杨齐青掉了 1960年3月28日 公安部党组做出决定 由杨齐青同志任专案组组长 当时公安部也派出两员大将 协助杨齐青破案 一位是当时公安部负责 全国治安工作的三局副局长 石广平 还有一位是公安部负责经济保卫的 二局医处处长高伦 他们是杨齐青的老搭档 也是破获这起惊天诈骗案的主力干将 总理要求十天破案 这个器械让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齐青压力很大 杨齐青一接手这案子 咱得根据线索来吧 首先呢 这个事看来不是一个人干的 明显计划很周密 他这个就知道赶五点半压着点来送这个 他为啥压着点送呢 事情紧急让你没有考虑时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点你把这钱筹出来了 送过起来 你也没工夫助长 就没有工夫验证真伪 你得第二天上班再验证 就说明这个人呢 对银行啊 这种运作啊 他了解 对国家机关这种运作程序了解 你看那公文写的 有没有样的 你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了 说看来这个人呢 是了解这套程序 还不像一个人作案 你看后来把钱都弄走了 这可怕是个团伙 那唯一的入手点在哪呢 一问这个门口 送件传达师 说他给了我就走 我都没看清 咋啥样 那是五点多 天都有点黑了 说正好黄局长见过赵全怡 在民族饭店大唐见过他吗 就问着黄院长 这人长什么样 黄院长说 这就大致描述了一下 然后请专家给画一个大致的这个人模样 然后这不大海捞针吗 你上哪找这人去 说这怎么办 说还有个电话 有人说那有电话不好办了 你这电信局有记录 看看从哪电话打来的 一追查 那是个公共电话打来的 一问看公共电话 说那点人来人往 我哪记着 门记着 就这么的呢 只能是发动群众找线索 找人证 案发后 北京市公安局立即发动群众 召开了大小群众会议六千多次 那段时间提供线索 似乎成为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各界群众提供线索 多达1857件之多 在公安机关组织核查的过程中 通过最早查这起诈骗案的线索 警方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破获其他类型的刑事案件 169起 那段时间会与北京百姓检举揭发的威力 很多的犯罪分子纷纷到公安机关自首 就是把别的案给破了 但对这案子没帮助 这任正这条道算堵死了 堵死了 说不行 咱琢磨琢磨看看物证吧 物证有啥 就这么一个信函 就是网上申请 总理批示 模仿笔记 就这个信函 拿着信函 先从这个信封上看 普通的牛皮纸信封 哪被满那街都是 没有特点 说再从墨水上 就是来黑墨水 也没有什么奇怪 杨金庆说 再找线索 找来找去找了什么 这个信纸 就这个信函的纸 不太一样 通过计真专家的鉴定 这张纸 其实并不普通 而且大有来头 罪犯 伪造总理批示 所用的信纸 是十五行 横红和纸 信纸上还有两道横线 引起了警方的警局 这是两道 装定线的痕迹 装定线的中缝的 这个图案 被鉴定专家 称为 于伟文 自1956年 实行公文 由直排 改为横排后 这种纸在市场上 是不流通的 只有国家机关 内部使用 这说明 犯罪分子 很有可能就在国家机关的内部 可是国家部委这么多 你知道这是哪个地方的信函纸 也没落款 也没写什么国家档案局 什么国税局 没有这个 那怎么办 找一下国务院管档案的 这些同志 为啥 各部委定期 他要写一些流档的东西 交到国务院存档 你比方说收据文件的这些 结果 这些档案部门的同志 用了一天的力量 费老劲了 拿这个信函的复印件 来比对 最终确定 这是国家外贸局的信函纸 而且进一步缩小范围 外贸局出口部 就是用这样的信函 所以基本就可以肯定 这个赵全一 就是国家外贸局的员工 这不就缩小范围了 于是公安部专案组 与北京市公安局参与侦破的人员 立即进驻外贸部 一张大网在外贸部 悄悄的撒开 缩小范围到这个国家外贸局调查 没有叫赵全一这儿 没用说 咱再找个线索吧 怎么找呢 看这个信函上写 你国款15到20万人民币 看来看去别的字都一样 就一个字不同 就人民币的币字 币字怎么写呢 下面一撇 下面毛巾的金 可是这个人写不是这么写的 这上面一撇又有一个小纳 就是个小人字 下面毛巾的金 人民币里 简写一个人字 简写一个毛巾的金字 这一种写法 人民币的写法 是会计部门和接触财务的人员 有人说这不错字 不是错字 那个时候会计写人民币的币字 就好这么写的 这样进一步缩小范围 说看来这个人起码当过会计 要不他不会这么写 这不范围又缩小了吗 又缩小之后 就从这外贸局里找这样的人 就圈出十个犯罪嫌疑人 然后一个一个有犯罪嫌疑人 就好调查了 因为啥 你作案时间 这六零年三十八号 你这天干嘛去了 然后缩小的五个三个 最终锁定一个人 这个人呢 外贸局出口部的 名字呢 叫王卓 就这么个来历 说锁定是他了 那天你看他也没在现场 基本就是他的 说赶紧抓人吧 杨琪青说别着急抓 锁定犯罪嫌疑人王卓后 专案组组长杨琪青 并没有下令立即抓人 为什么呢 这是出于两点考虑 其一 人虽然浮出水面 但钱在哪呢 还尚未可知 如果打草惊蛇 很有可能会刺激到犯罪分子 其二 这个王卓究竟是单独作案 还是团伙作案 其实仍然无法确定 因为 重达两百斤的赃款 他难道是一个人运走的吗 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 立即对王卓进行了监视和控制 与此同时 在外贸部展开外围的调查 据王卓在外贸部的同事回忆 虽然平时少言寡语 而最近几周 却有些不对劲 明年三月十八号这一天 王卓没有上班 他请假 说他给他们看病 就这么打人 在他家周围监视他 没几天说有线索 说他家里头烧东西 散除的味不像是烧煤烧木头 说这坏了 这是不是烧钱 是不是要毁罪证 说这把那二十万都烧了 损失大了 其实烧钱本身没损失 为什么 你这旧票出现了 他给烧了 只要他没拿到市场流途 没花 这二十万等于在国部待着没动 再一新票就完了 所以这个不是损失 他真正的损失是啥 二十万又都烧了 毁了罪证了 你拿什么给他定罪 你说你人家诈骗骗了二十万 那钱呢 说烧了 烧了 没罪证了 所以这时候杨继青一看不能再等了 下令赶紧给我抓 我街墙进去 一点都没想到 街墙进去 把人家掐过 一口这个就拽了 好几个人就进去 把这个人 灯水上 他就进去 找灯槽 顾客在这 这事没错了 算你 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 你再问他 你发现这个王卓很淡定 我 没 不是我干的 你干你得有证据 你问他钱哪呢 你没找着 不是我干的 我能干这事 国家干吗 面对王卓这样一种态度 公安人员觉得有些棘手 为了能让他尽快的承认犯罪 公安机关在王卓家里 进行了突击搜查 工夫不复苦心人 在他床底下 搜着十几万 十几万就那旧票 再一看剩下那钱哪儿去了 把那炉灰找出了烟 果然是他在烧钱 就他已经烧了好几万块了 他感觉到事不好 他想毁罪什么 那么这个钱 他是怎么骗的 是不是团伙作案 想他他就不说 他家里头有老母亲和媳妇 问他母亲和媳妇 和媳妇 我们也不知道 就这么着案子料着来 接着再查 把所有证换的一块 王卓得认罪了 因为那天这黄局长也来了 一看就是你 就在这个民族宫 我看就是你 所有人证无证都起了 可以给他定罪了 不由得这个王卓不招认 说确实是我干的 结果这个案子到这 这一天是1960年5月11号 距离案发不到两个月时间 这案子破了 所以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称得上第一诈骗案 那么这个王卓的交代作案动机 说我就是想干大事挣大钱 所以才有今天 那么他又交代了一个细节 让我们听着感觉 心里头不太舒服 他说我从小的 我妈就跟我说一句话 叫宁养贼子 不养吃儿 什么意思 就是我宁可我这孩子 是个大奸大饿 贼子 我也不养吃儿 就那胡了八度的孩子 一辈子无所作为的 你听起来好像是他母亲的激励这孩子 望子成龙 你讲来得成龙成风 可其实这样急功近利的教育心态 就最终使王卓走上了犯罪套路 咱在想 现在电视机前很多为人父为人母的 您教育孩子怎么教育 就想让自己孩子有大出现 有大能耐 就得做人上人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 有可能使你的教育 陷入到急功近利的漩涡当中 反而把孩子推到相反的层面 因为人活一辈子 要想保个底 平平安安 做好事 别做坏事 别干那个大奸大恶 出轨出禅的事情 所以你像王卓这种教育方式 就容易让孩子在犯罪的道路上往下去滑 所以咱们很多望子成龙的父母 你自个都不是龙 你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成龙 盲目的把孩子往那块推 所以有可能反而急功近利 就害了害了 旧灾前线 家庭厨房 办公桌上 它是无处不在的方便故事 它是几代人童年的记录 它从古代走来 还是在现代诞生 脱身垃圾食品 它如何为自己证明 不断改造 这一路又经历几次变身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形影不离的泡面搭档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 大金野拉面独家冠冰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星期五的下午五点三十分 在北京西郊民巷东口的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一名中年男子走进行长秘书室 这名男子自称是国务院的 来给行长送集件 说行长今天开会了 行长秘书 余秘书在 说余秘书 说有人送了一封信 说是总理办公室送过来的 而且这个信呢 底下落款是要求在五点四十之前 必须送到中国人民银行 极劲 这余秘书一看这事不小啊 余秘书说我这级别 行长不在我也不敢拆啊 万一是国家级别 可一看这事十万火急 怎么办呢 当时行长不在 秘书一看信封上的内容 神色凝重起来 直奔正在值班的 银行计划研究局 王局长的办公室 王局长看到信中的内容 立刻紧张起来 他要求所有人都不能下班 因为他面前的这封极箭 是一封周恩来亲笔批示的公函 怎么写的呢 说据主席办公室人员告知 今晚九十 西藏活佛开讲经会 中外记者采访 要拍摄记录影片 你决定 拨一定款项 给西藏修缠妙语 彰显我国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政策 你拨款十五到二十万元 请总理批示 落款是1960年3月18号 这是信函 信函旁边批示的这一栏 是周总理的签名 周恩来签名 这个签名 是黄局长多次见到 因为总理经常给人民行做批示 一看这签名确实是总理笔记 旁边还有备注 备注怎么写的 为防止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一 二十万元 这批示了批二十万元 这二十万元要由旧票组成 不能是新票 第二个 这十元一会 十元一会 那会没一百人 得包装的好一点 然后请务必在晚七十 就七点之前 送到北京民族饭店 交赵全一同志收 破湖 赵全一是谁 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同志 当时黄局长一看这个信 诺款没问题 批示程序这些都对 而且给西藏和善款修妙语 这确实是我们宗教自由政策 少了民族政策 接款的人赵全一找出了烟 果然是他在烧钱 就他已经烧了好几万块了 他感觉到事不好 他想毁碎什么 那么这个钱他是怎么骗的 是不是团伙作案 想他他就不说 他家里头有老母亲和媳妇 问他母亲和媳妇 和媳妇 我们也不知道 就这么着案子 撂着来 接着在查 把所有证换的一块 就忙着得认罪了 因为那天这黄局长也来了 一看就是你 就在这个民族公 我看着就你 所有人证无证都起了 可以给他定罪了 不由得这个王主不招任 说确实是我干的 结果这个案子到这 这一天是1960年5月11号 距离案发不到两个月时间 这案子破了 所以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称得上第一诈骗案 那么这个王主的交代作案动机 说我就是想干大事挣大钱 所以才有今天 那么他又交代了一个细节 让我们听着感觉心里头不太舒服 他说我从小的 我妈就跟我说一句话 叫宁养贼子不养吃儿 什么意思 就是我宁可我这孩子 是个大奸大饿 贼子 我也不养吃儿 就那胡了八度的孩子 一辈子无所作为的 你听起来好像是他母亲的激励这孩子 望子成龙 你讲来得成龙成风 可其实这样急功近利的教育心态 就最终使王主走上了犯罪套路 咱在想现在电视机前很多为人父为人母的 您教育孩子怎么教育 就想让自己孩子有大出信 有大能耐 就得做人上人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 有可能使你的教育陷入到急功近利的漩涡当中 反而把孩子推到相反的层面 因为人活一辈子要想保个底平平安安 做好事别做坏事 别干那个大奸大恶出轨出禅的事情 所以你像王主这种教育方式就容易让孩子在犯罪的道路上往下去晃 所以咱们很多望子成龙的父母 你自个都不是龙 你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成龙 盲目的把孩子往那块推 有可能反而急功近利的害了孩子 旧灾前线 家庭厨房 办公桌上 它是无处不在的方便故事 它是几代人童年的记录 它从古代走来 还是在现代诞生 脱身垃圾食品 它如何为自己证明 不断改造 这一路又经历几次变身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形影不离的泡面搭档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 大金野拉面独家冠冰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听这事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很传奇 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 新中国第一站的 他这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 1960年3月 一起特大诈骗案 震惊全国 犯罪分子竟然伪造 周恩来总理的签名 从中国人民银行 总行骗取了20万元据款 那么这究竟是毒匪作案 还是团伙诈骗 又到底是什么样的手段 从国库里骗取据款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仿周总理签名诈骗案 这事咱得把时间拨回到1960年3月18号 晚上的五点半多一点 这个时候中国人民银行 已经要下班了 突然间传达实际上来了 找这个行长 事情发生在1960年3月18日 星期五的下午5点30分 在北京西郊民巷东口的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一名中年男子走进行长秘书室 这名男子自称是国务院的 来给行长送几件 说行长这今天开会了 这行长秘书 余秘书在 余秘书说有人送了一封信 说是总理办公室送过来的 而且这个信底下落款 是要求在5点40之前 必须送到中国人民银行 急件 这余秘书一看 这事不小 余秘书我这级别 行长不在 我也不敢拆 万一是国家机密 可一看这是十万火急 怎么办 当时行长不在 秘书一看信封上的内容 神色凝重起来 直奔正在值班的 银行计划研究局 王局长的办公室 王局长看到信中的内容 立刻紧张起来 他要求 所有人都不能下班 因为他面前的这封急件 是一封周恩来亲笔批示的公函 怎么写的呢 说据主席办公室人员告知 今晚九时 西藏活泊开讲经会 中外记者采访要拍摄记录影片 你决定播一定款项 给西藏修缮妙语 彰显我国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政策 你拨款15到20万元 请总理批示 落款是 1960年3月18号 这是信函 信函旁边批示的这一栏 是周总理的签名 周恩来签名 这个签名 这黄局长多次见到 因为把这钱给弄走了 总理是非常恼火 消息立刻炸开 所有人都惊呆了 20万呐 在那个年代 就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案件发生的1960年 我国政府在困难时期 这个叫赵全一的人 竟在光天化日之下 明目张胆的伪造总理的批示 诈骗巨狂 案件性质极其恶劣 周恩来总理择之此事 非常生气 只是公安部门要通报全国 限期破案 紧急下发通知 让谁让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 杨启卿同事 你给我破诊案 要照理说这种案子 用不着公安部副部长 但是这个杨启卿呢 本身很传奇 建国以后破了很多大小案 是有名的神探 而且这个事重要 总理说这个事不破诊 可确实是真是难堪 就这么把杨启卿掉完了 1960年3月28日 公安部党组做出决定 由杨启卿同志任专案组组长 当时公安部也派出两员大将 协助杨启卿破案 一位是当时公安部 负责全国治安工作的 三局副局长石广平 还有一位 是公安部负责经济保卫的 二局医处处长高伦 他们是杨启卿的老搭档 也是破获这起 惊天诈骗案的主力干将 总理要求十天破案 这个期限 让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启卿 压力很大 杨启卿一接手这案子 咱得根据线索来吧 首先呢 这个事看来不是一个人干的 明显计划很周密 他这个就知道赶五点半压着点来送这个 他为啥压着点送呢 事情紧急让你没有考虑时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点你把这钱筹出来了 送过起来 你也没工夫助杖 就没有工夫验证真伪 你得第二天上班再验证 就说明这个人呢 对银行啊 这种运作啊 他了解 对国家机关这种运作程序了解 你看那公文写的 有没有样的 你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了 说看来这个人呢 是了解这套程序 还不像一个人作案 你看后来把钱都弄走了 这恐怕是个团伙 那唯一的入手点在哪呢 一问这个门口送件传达师 说他给了我就走 我都没看清长啥样 那是五点多 天都有点黑了 所以说正好黄局长见过赵全怡 在民族饭店大唐见过他吗 就问着黄局长 这人长什么样 黄局长说 这就大致描述了一下 然后请专家给画一个大致的这个人模样 然后这不大海捞针吗 你上哪找这人去 说这怎么办 说还有个电话 有人说那有电话不好办 你这电信局有记录 看看从哪电话打来的 一追查 那是个公文 怎么写的 说据主席办公室人员告知 今晚九十 西藏活佛开讲经会 中外记者采访要拍摄记录影片 你决定 拨一定款项 给西藏修缠妙语 彰显我国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政策 你拨款十五到二十万元 请总理批示 落款是1960年3月18号 这是信函 信函旁边这个批示的这一栏 是周总理的签名 周恩来签名 这个签名 这黄局长多次见到 因为总理经常给人民行做批示 一看这签名确实是总理笔记 旁边还有备注 备注怎么写的 为防止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扰 一 二十万元 批示了批二十万元 这二十万元要由旧票组成 不能是新票 第二个 这十元一份 十元一份 那会没一百人 得包装的好一点 然后请务必在晚七十 就七点之前 送到北京民族饭店 交赵全一同志收入 或胡赵全一是谁呢 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同志 当时黄局长一看这个信 落款没问题 批示程序这些都对 而且给这个西藏和善款修妙语 这确实是我们宗教自由政策 少民族政策 说这个接款的这人 那赵全一 是西藏工委同志住民族饭店 这都对 因为那时候民族饭店 就是接待少数民族的 所以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人 住那太正常了 可是这时候 这黄局长琢磨 说这也不合程序 总理指示 刻不容缓 不由分说 立刻备款 就在备款过程中 黄局长觉得这封公函 有点不对劲 二十万 不是个小说 总理办公室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走手续呢 他就在这犹豫 说怎么办 他也不敢贸然的 就是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 是怎么着 正这个时候 他琢磨时候 电话响了 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电话中的人 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 问银行是否收到了交办件 如果收到 一定要抓紧办 接到这个催办电话 王局长的顾虑瞬间消失 随后 人民银行总行和北京分行的通知 马不停蹄 争分夺秒 将两大麻袋的现金 火速送往民族饭店 费了挺大劲 这时候再一看表都已经六点了 抓紧是来 这个人起码当过会计 要不他不会这么行 这不范围又缩小了吗 又缩小之后 就从外贸局里找这样的人 就圈出十个犯罪嫌疑人 然后一个一个 有犯罪嫌疑人就好调查了 因为啥 你作案时间 这60年38号 你这天干嘛去了 然后缩小到五个三个 最终锁定一个人 这个人外贸局出口部的 名字叫王卓 就这么个来历 说锁定是他了 那天你看他也没在现场 基本就是他了 说赶紧抓人吧 杨琪青说别着急抓 锁定犯罪嫌疑人王卓后 专案组组长杨琪青 并没有下令立即抓人 为什么呢 这是出于两点考虑 其一 人虽然浮出水面 但钱在哪呢 还尚未可知 如果打草惊蛇 很有可能会刺激到犯罪分子 其二 这个王卓究竟是单独作案 还是团伙作案 其实仍然无法确定 因为重达两百斤的赃款 他难道是一个人运走的吗 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 立即对王卓进行了监视和控制 与此同时 在外贸部展开外围的调查 据王卓在外贸部的同事回忆 虽然平时少言寡语 而最近几周却有些不对劲 明年三月十八号这一天 王卓没有上班 他起了一样 说他给他们看病 就这么打人 在他家周围监视他 没几天说有线索 说他家里头烧东西 散除的味不像是烧煤烧木头 说这坏了 这是不是烧钱的 是不是要毁罪证 说这把那二十万都烧了 损失大了 其实烧钱本身没损失 为什么呢 你这旧票出现了 他给烧了 只要他没拿到市场流通 没花 这二十万等于在国库待着没动 再印新票就完了 所以这个不是损失 他真正的损失是啥 二十万又都烧了 毁了罪证了 你拿什么给他订罪 你说你人家诈骗 骗了二十万 那钱呢 说烧了 烧了 没罪证了 所以这时候阳气警一看 不能再等了 下令赶紧给我抓捕 我街墙进去 一点都没想到 街墙进去 本身差过去 一口这个就赚了 好几个人就进过 把这个人